由羊交响院响起 耶诞节即将来临 巨大耶诞树坐落在白宫中庭 今年白宫以魔力 奇迹与欢乐为主题 让访客重拾赤子之心 沉浸在童话世界中 耶诞节前 美国上个星期才刚过完感恩节 受到黑色星期五买气影响 出现一波消费热潮 感恩节假期不只带动实体店面消费 也让网购金额网上冲 美国分析网站就指出 美国消费者将在当地时间27号的网购 星期一支出多达124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3900亿 民众虽然愿意掏钱购物 但并不代表美国经济真正好转 用数据来看 美元最近极扁 一路从11月13的波段高点 一美元兑换32.332新台币 跌到28号的一美元兑换31.468新台币 在两周之内 台币升了快一元 不仅美元强势不在 还有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也预估 美国联准会将在明年降息 利率可能从5.25%到5.50% 降到3.50%到3.75% 原因预估就是学者们认为 美国经济将在2024年上半年 出现两季的负成长 陷入温和衰退 因此即便年底购物旺季来临 消费者愿意花钱 但美国经济前景 仍处在不乐观的状态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 最后报道